Lun Sang 太耳朵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漢老師 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 有一件事情我要先說 影片中的這台車要出售 也就是我的車 各位都知道 那個車上次在立堡 骨架撞歪掉 不過已經把它叼回來了 那一天在永安賽車場 也跑出42秒16的成績 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也是非常好開 因為他稍微歪了一點點 然後最後文哥就把他送上手術台 然後把他叼回來 只不過叼回來的車股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這台車要賣 是連引擎連車子連錶一起都賣給你 然後這個車子啊 車股是不算錢的 因為這個車股已經賺歪了 對吧 這適合什麼人來買呢 你開這個車就沒有壓力 因為反正已經歪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敢push 很敢去嘗試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個引擎是新的 全新的 才開11個小時而已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OK 我們有一個車股 你不怕撞壞的 然後有一個動力輸出非常好的引擎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新手 而且買這台車還有附加價值 什麼附加價值 李涵老師會叫你開車 讚吧 是不是 OK 歡迎就是有興趣的車友 可以聯絡我 OK 私訊聯絡我 OK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那一天啊 這個影片是在 永安賽車場拍的 那 因為那幾天啊 其實都 稍微有點寒冷 那 永安賽車場的老闆啊 還有工作人員都非常的貼心 都還準備了中餐 準備了晚餐 喔 開車開到最後 還有就是溫暖的東西 溫暖你的心 溫暖你的胃 OK 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溫暖的地方 永安賽車場真的是個好地方 害我就會很想去 而且他們煮的菜超好吃的 真的 感謝 感謝 OK 那接下來廢話就不多說 開始進入正片啦 好看的來囉 GO GO 哇 酷耶 有沒有 動態起跑 動態起跑 好 回頭看一下看一下 後面的人是誰 有沒有 GO GO 你看我是排在第七位 有沒有 因為前面有三排嘛 對不對 我是排在 右邊這一排 然後的第四個 所以應該是第七位 哇 酷 來 現在比一是什麼意思 大家要知道 一就是再一圈的意思 就是再一圈 代表這一次起跑 沒有成功再繞一圈 OK 那不然如果你不這樣比 大家有些後面的人 會以為起跑 加速 前面有可能會撞在一起 會有點危險 知道嗎 所以比一是在警示大家說 再一圈再一圈再一圈 再一圈 不要加速 現在沒有在搶位 沒有在針彎 OK 所以你看 現在又來了 又準備要開始編隊列隊了 來了 讓你看看我們的旗袍 是吧 其實我最近開車啦 真的越開越有心得 只不過我那一天的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我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 也不是前一天晚上 就禮拜六 我就覺得有點感冒 就起來就覺得 有渾身冷 然後在教書的時候有渾身冷 可是晚上我就有喝福帽樂飲 那那一天早上去的時候 我也有喝福帽樂飲 但是整個人就頓頓的 不過我的學生都講 老師這很借口啦 這都是借口啊 好 沒關係 你等我下次去 我證明給你看 好 要起跑要起跑 緊張囉 有沒有 來來來來 讓你看看我們的搶位 來了 起跑 Go Go 拉出來有沒有 是吧 剛剛第七位 現在第幾位了 第五位了 有沒有 他是 соб 得own 我們起跑就是要摔氣 知道意思嗎 搶位就是要夠 精準 犀利 對吧 你看後面追兵 追兵就來了 不過滿酷的阿 這個360的鏡頭 有些車友都會問說 你是不是突然把鏡頭甩到後面去 不是啦,它是一個鏡頭 然後它可以360度全部都錄起來的 不然我怎麼開車開一開,然後再把鏡頭甩到後面去 蠻可愛的齁,車友蠻可愛的 好,你看 這個彎,這幾個彎其實我都有開過啦 這幾個彎我之前去比賽我有去那裡開過 那永安這一次多了這個叫M字彎 來,你看,這進入M字1號彎 好,注意看喔 然後M字2號彎,有沒有 是吧 然後到最後的,我們之前講的手肘彎 還蠻酷的齁 那那個1號彎,2號彎都不是很熟啊 你看,我現在一出來跟著 你看,我們就是對我們煞車非常有信心 就煞進去了,OK 那接下來後面當然是會緊緊的追擊你 那我們就是盡量拚命的跑 那這幾個彎道我之前就有開過 所以就稍微會比較順一點 喔唷唷唷,它又操我了 欸,又反超回來了,OK 要操李老師車要有一個打算 就是,它會反超喔 啊,這很正常嘛 你被操車你就是要想怎麼樣反超回來嘛 這就是非常正常 啊你看,我跑這個M字1號彎 跟M字2號彎真的跑得真的有多爛 因為我不太知道那個節奏在哪裡 那個路線在哪裡 是吧,所以我的失誤就會有很多 所以我就講啦 路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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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我到這個新場地 我覺得 唉,我試音速度好像有點慢 可能跟我那一點感冒有點關係 不然我現在試音速度會變快 好,現在就變到第二場了 來,你看現在開始衝進 M字1號彎煞車 好,快一點轉進去 你有沒有發現 你看那一天我都非常推頭 什麼叫推頭咧 就是 understeer 就是 非常,就是你轉方向盤 你發現車子怎麼沒進去 然後車子一直在往前進 他沒有往你方向盤要轉的地方走 啊你看,現在這個旁邊是阿凱 你有沒有發現阿凱在旁邊 就一下就彈過去了 因為那是阿凱的新車啊 新車 阿還沒配中 他在試他的車子的狀態 所以他因為 他還沒配中嘛 他車子比較輕嘛 所以當然會比較坦一點啊 這是很正常的 你等一下看 也會看得出來 有沒有 我們在進入到直線的時候 你看他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你看 車子一直出去一直出去 有沒有 是不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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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再進入到M字1號彎 你看 非常推頭 你看都一直外拋 我都一直外拋 你看 然後那個2號 我那個節奏都抓不好 然後 導致3號過得也不是很順 這真的是 不ok的 因為我就有講過 就是 你的速度實際上是累積出來 你前面的做不好 你的節奏做不好 你的秒數就沒有辦法漂亮 真的是 太弱了 太弱了 我覺得那天應該要415 應該要41秒5 真的是太弱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真的是太弱 我應該要做到41秒5 好 阿現在被 兩個超車啦 好 阿你看我又在M字1號彎又超一個回來 是吧 然後M字2的話你看我走很裡面 有沒有 那走很裡面你看路線就不對了 來你看等一下 進入那個手肘彎出去的時候 你看 人家 是不是 速度就比我好 有沒有 是不是就可以跟我並排 對不對 是吧 好 沒錯吧 好 這煞車進去 阿其實是他 他裡浪 他裡浪 OK 阿現在就一直開 一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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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這幾個彎其實 比較沒什麼好講 因為這幾個彎跟他之前就是比較像 我們等一下多來講那個M字彎 好 你看喔現在進去了 要進去M字1號彎喔 來這裡煞車 好 煞進去 帶進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不用走到那麼右邊 我要是下次去 我那個M字1號彎過去 我不會走外 內 我可能會走外 內 中一點點這樣子 OK 就不用貼那麼裡面 然後趕快往M字2號彎公約這樣子 OK 這是我的心得啦 所以我才常講有時候要 看影片 你看影片才知道說 欸回來要怎麼修正 下次去怎麼改善這樣子 OK 那最好是就是 當場就可以 看影片就可以改善 阿我那一天是因為我沒帶電腦 那為什麼我沒帶電腦咧 因為我兒子下禮拜 他要考期中考期末考 那他也要考英文 那英文有 就是 英文聽講的CD 那我電腦就要留給他們 阿他們的電腦我放在復習道 忘記帶回來 OK 所以我的電腦就要留給他們 這樣子 所以我那天就沒叫我電腦帶去 不然我應該是要把電腦帶去 看看馬上下場 完了以後就看看自己開這影片 然後download一下自己的數據 然後知道怎麼去修正 OK 我們一定都要科學數據化電車 知道嗎 OK 我們就會很精準知道說 我們到底哪裡做得好 哪裡做不好 然後知道哪裡可以再加強 或是更加比較 差別在哪裡 OK 好 再多介紹一下 接下來要進入到就是 M字1號彎 這裡 煞車 帶進去 有沒有 你看我都一直在外跑 真的 好其實不用走過去 要走中間一點 然後就2號彎 對 往這裡壓 然後再從外面 再進去 對 然後從從彎這裡 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好 這個畫面稍微比較特別 你有沒有發現我把那個蓋子打開 因為那天天氣比較冷 一開始就是我們會把蓋子蓋著 讓引擎的溫度就是上來 到他的工作溫度 他的效率才會最好 OK 但是到那個工作溫度以後 如果你一直蓋著 那那個溫度會過高 引擎會熱摔 所以你就要把蓋子打開 所以你看我剛剛就把 做一個蓋子打開的動作 好 現在進入到 那一天的第三場 也就是 我到這個場地 有M字1的 不知道第幾次練習 因為那天好像總共跑5場吧 那這個好像是 第一場我沒有錄 因為第一場我連那個 那M字1都不知道怎麼跑 我就沒有錄 我只有錄2 3 4 5的樣子 所以現在就看2 3 4 5 那現在是2 3完了 現在應該是看4 看4 所以你會看那個 夕陽也漸漸開始有點席下 OK 好 永安啊他的那個 場地比較特別是 他的 路面啊 比較滑 他的 他的火又鋪得比較細 那這也有個好處 就是 你的輪胎模後比較少 還有就是 他對你的 各個動作的要求比較細膩 就跟我們在雪地開車是一樣的 我們方向盤也要比較細膩 油門要比較細膩 煞車要比較細膩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練車的場地 我最近就有馬來去那邊的 但是不是為了吃啦 現在特別講一下 雖然煮菜是煮的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 人又很大方啊 我真的是 感受到非常滿足 這個 都是另外的 OK 重點是場地 場地 都是場地 這個場地真的很適合 你的方向盤 你的煞車 你的油門 就要勾系 他就是有訓練的作用 所以我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也會再回去 再去練車 OK 好 那你看這個地方 走走走走 這地方沒什麼特別 好 我來好好講一下 那個M字彎 你看那個M字彎進去的時候啊 就是記得 盡量把它當成一個直線 進去就一個直線 煞車 然後帶進去 有沒有 這個有點外拋了 不要走 不要再走進去內了 其實可以就是直接放得出來 就往二號彎走 然後往手頭彎 外內外 就這樣出去 OK 那記得就是 要摸到彎星 因為 我在上一部影片 那個 零路賽道那個地方 我有講 摸到彎星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你沒有摸到彎星 就等於你在繞路 對吧 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你沒有解彎曲子 所以 你一定要摸到彎星 好 啊你看我現在舉手起來 你看代表我們要回去了 OK 哇 配著這個太陽 這個感覺真好 這就是那一天 就是我有錄影的第三場 已經夕陽夕下了 啊等一下第四場就 哇 超級無敵刺激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來你看 哇你看 晚上了 有沒有 都打燈了 有沒有有感覺 是不是 新加坡夜賽 有沒有 我們是永安漁港 夜戰 有沒有是不是 是吧 很酷耶 有沒有 燈打來也算蠻亮的 這真的要對賽道夠醜 不然那真的摸黑都在亂開 然後記得 就是安全帽 就是我們有 墨片 跟透明片 你看我現在上面 用的就是透明片 有沒有 我就用透明片 不然看不到你用墨片 就很像你在晚上 戴墨鏡一樣 你會發現你完全看不到路 OK 所以記得這個晚上開 一定要 把它換回透明片 因為正常來講 你買安全帽的時候 它附的是透明片 OK 那它附的透明片 你就可以在大太陽的時候 或是早上的時候用 那 欸 墨片 對不起 墨片你就可以在大太陽的時候 或早上的時候 用那樣子 那 透明片 你就是要在這種晚上的時候 OK 或者是有下雨的時候 你就要用透明片 因為那個視線會比較好 光線會比較充足 OK 那 當然就是 在夜戰的時候 你對賽道的熟悉度 又更重要 OK 因為你要很習慣在哪裡煞車 所以我就講 你先 到一個賽道 先找到你路線 然後第二個 找到你的節奏 你要找到你的節奏 知道嗎 那 你找到路線 又找到節奏 我講的節奏是 煞車 油門 方向盤的節奏 如果你找到煞車 油門 方向盤的節奏 接下來 你就很容易去推進描述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那一天 如果印象沒錯的話 第一場下場是 43秒8 喔 有點忘記了 好像43秒8 然後第二場就變成 43秒 2的樣子 就近0.6 你看越來越少 然後第三場就變成 42秒5 又近0.7了 然後 第四場的時候是 42秒1 就是那一天的最佳 42秒1 又近 剛剛是說 42秒5 42秒1 又近0.4 OK 所以你看 我縮短的那個秒數的差距是 有一個幅度的 OK 那實際上就是 如果你真的 一個山道已經跑那麼久 你不可能說那麼 說那麼多 對不對 從48秒 43秒8到42秒1 有1.7秒 對吧 你不可能一下說那麼多 那代表 可以說那麼多 代表對這個場地還不是很爽 你也要有 也要有能力 一下就有辦法說這麼多 我就講 路線 跟節奏 方向盤 煞車 油門的節奏 把它找到以後 你就會發現那秒數 就會一直縮短 一直縮短 然後看影片 看就是你的賽車表 所download的數據 OK 現在已經結束了 就是 數據 下去做比對 然後看怎麼去改進 那因為我那天沒有 就是影像可以看 我就憑著感覺 可能就是哪裡要改哪裡 哪裡要改哪裡 那畢竟賽車是個 就是 對身體很要求的運動 你想要進步 你對你的身體數字 一定要要求 而且你一定要常練習 這樣你的技術才會不斷持續的靜靜 OK 這跟各位 車友共勉之啦 記得 多練車 OK 然後 多請教人 知道喔 像我是很愛跟人家請教人 OK 因為我覺得這樣進步是 最快的 OK 阿這個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啦 阿如果有問題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記得 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是我們做影片的動力喔 OK 拜拜 拜拜 塊 我們下次會 존�lly 我們來指定 來指定 自己在今 看得上 我們來指定 都會看得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